所以假设我今天换一个方法,你们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80分以上A,70分以上B,然后60分以上是C,那60分以下就是D好了 一般我们的评分是这样子,那变成会有四种可能性 但是现在是两种,你要怎么样把这边也许再增加一栏,然后把它改一下 有什么方式可以这样做,所以可能会衍生的那种 这个是叫做是否就两种的逻辑,那如果是两种以上的逻辑,叫多重逻辑 你要怎么判断,所以工作里面也有很多是多重逻辑 请各位先试试看,等一下再来看这个,然后再衍生出来 就是说那个VBA,VBA其实就是如果我今天把这个,将来希望做一个,比如说成绩好了 按下去这个按钮,然后按下去之后自动帮我这边完成 那当然我讲过了,你要做那个按钮之前,你要先写一个程序 那那个程序目前是不存在的,那问题是要怎么写 其实这边的话,第一个当然你将来你可以有个固定的流程 这个固定流程就是当你按下它的时候 它是帮你从第二列一直到第七列的G欄 里面填资料,有没有 那所以这边会有个回圈,回圈范围就for i 等于二到七嘛 然后输出到居然,那居然就一定是sales,括弧i,到点居然 那等于什么东西呢,等于,不过这边前面是没有逻辑判断 那如果说你今天在VBA里面多一个逻辑判断 要该如何撰写,我们按步就班来看一下 所以那个流程大概你要有个基本框架,以后就顺着这样写就可以了 所以我也很习惯了,比如说我今天要处理一个资料 我就直接在VBA里面就可以按照那个逻辑 就可以直接把那个资料给做出来 那做法上一,点击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OK,它会跳出来嘛 二的话呢,你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那三,你可以往下拉拉 不过我建议你前面那个列集档你可以先关掉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你这个VBA的Project会有好几个 那你要记得,它一定是对应的啦 有没有,后面有个刮胡 谁是谁的,就会一目了然 那如果你开很多个,它会有很多个 你不要写错位置 因为之前有同学开了很多个档 他写到别的档去了 然后要执行就执行不了了 所以特别注意,两个是要Match的 你不要搞错了 OK,好,所以第一个先确定一下有没有模组 没有模组嘛,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OK,第二个呢,已经有模组了 那再来就是什么 我需要在这边多个按钮 那插入什么 程序 程序名称呢,比如说我要针对那个叫成绩好了 那你就打个成绩两个字 它是一个Sub 有没有,这两个不一样哦 制定函数呢,才是Function,按确定 然后再来做什么 写那个程序 那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回圈 你一定要是for i i指的是列嘛 第二列一直到第七列 到to 空一格7 Enter两下 NAS 那这个都固定的啦 然后按一个TAB 我习惯是这边TAB 然后这边也TAB 缩排缩排 这样会比较有层次感 再来就是输出 输出到哪里呢 Sales 刮壶 然后I列 豆点 就是输出的写在前面 那输入什么东西呢 输入合格不合格 不过你会发现 这里只有一个啊 那我到底要输入合格还是不合格 好啦,我们先输入一个合格好了 合格 可是你想说合格 不对啊 那如果现在执行会不会怎样 会怎样 全部都合格了 不对啊 好像不对 我们需要有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的基准在哪里 他旁边的F栏 有没有 好 好